在今個月初,理學院透過電郵講述高學院在過去半個學年同學抄襲的情況, 並且警察同學切密抄襲。 理學院表示,高學院的抄襲情況雖然沒有上升趨勢, 但是在過去半個學年,也有同學因為抄襲而被罰停學。 港大對於學生抄襲的懲罰, 由最輕的發出譴責信,到最嚴重的是比開著學籍。 港大校務儲裝小姐指出, 很多同學都不清楚抄襲的定義。 如果同學抄襲了其他人的作品, 當中只是改了一些字眼, 但是仍然引用了其他人的概念, 而沒有寫出參考的出處, 令人覺得該作品的概念是出自那位同學, 這樣都屬於抄襲。 它亦指出學校的軟件偵測功課是否涉及抄襲, 亦提醒同學千萬不要抱著僥倖的心態而觸犯抄襲這個罪行。 校園電視記者,吳嘉賊報道。